中秋節正乎到路 華山基金會為了讓特區的項廢 在秋節可以有團圍環球的氣氛 將在九月五日月期晚 中秋亮起來老人在野燒 以及愛心參加 今天華山基金會特別帶領到幾位阿公阿嬤 前往七菜 為了亞大新的四項廢吃菜、餡菜 上面非常溫馨 為了特區項廢可以有團圍環球的氣氛 華山基金會總結合家的餐廳工 將在九月五日期晚 中秋老人在野寄愛心參加 日後華山基金會先帶領阿公阿嬤到餐廳吃菜 華山基金會表示 每年都會基盤中秋團圓活動 設計酒鹽、酒油的菜讓特區項廢不享用 但目前人用的倒數 也有六色也不會被人家 讓基金會相當歡樂 我們目前食材的部分已經有全部到位 那目前我們去的部分是任桌的部分 那任桌的部分主要的是可以提供協助我們 當天活動的遊覽車 然後保險跟其他的相關費用 然後有監獄的服務察會 作為我們長年的服務經費 那目前我們嘉義區是上區六成 希望說社會大眾可以協助我們中秋餐會這個部分 除了中秋團圓活動 華山基金會的總體拜市 前往目前淹水嚴重的改冠 就進行財甲清理 目前四月四十至五十幾天 歡迎五星榜榜的民眾 可以向華山基金會申請 星期四的部分我們會 我們預計會希望說可以募集一些義工 然後可以到我們嘉義縣東石箱 幫我們服務的弱勢長輩 做一個嘉義勤運的部分 華山基金會的目的政策 沒有什麼用意 亞基台的神聖人士作為幫忙 讓獨家店船可以吃到愛心 滿滿的家庭好菜 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 先想到面蓋吃彩虹 報道